《名偶风云汇》 《印谈与老旁》 《风云高》 主持 陶杰 白韦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卖位在《风云高》 也多谢各位长期以历的支持 如果你还没订阅 按一个小时钟 为人事网 日后会有很低调和很温馨的提示 好了 今天的话题 很厉害了 香港每天都有风云 最近有一位份量非常重 影响力很弘大的 外国亲中的女作家 她曾经看到 在深水埗 是不是有条街呢 那些环杆 栏杆 和天空挂满了五星旗 谁知被特区政府前线的官员 依法 每支旗收回120元 那里挂到 淋淋沙沙 不见天日 开张单给挂旗 有关爱国社团 成为14万 果然激起 这个叫做爱国老百姓群众的民份 就问爱国无罪 给钱无理 最终惊动到李家超特首 好了 是的 不用不用 免交免交 把那14万 本来应该是交付房的公帑 捆了他 那就证明 这个智库 成立智库 是有必要的 因为智库会圈养 这些智囊 和作家 和一些才女 对现任的政府 进行有效监督 那又怎样 算得是林郑月娥 鄙视的干预 现时的特区政府施政呢 是吧 那又说回头 那为什么前线的官员 收到成14万人呢 证明那只奇海之繁盛 那个数目非常的惊人 那请问 七一只不过是一个静态的日子 你已经铺到整条街 都已经抬头见不到太阳 好像抗战胜利 那如果有一天 中国成功真的解放 所谓解放台湾 你要庆祝台湾 打败仗兼回归祖国的时候 那你要铺多少张呢 我只是想 是否整个大平山 是一方方的紫棋 贴章具又红 贴到绿 和獅子山又贴到绿 我觉得很简单 我觉得爱国现在是一件 除了生意之外 是一件豁免 即是说 以前我们经常传说 农历新年泊车 就可以乱泊 就不抄牌 我就觉得不如这样 以后7月1日 但凡铺了国旗 上一些维例泊车的玻璃窗 或者任何违法的行为 只要你拿着一支国旗 入响 任何罚款都不用付 即是好像拿着十字架 两边的香丝自动弹开 是的 这个想起香港殖民地时代 真是不如现在 现在那些所谓有AO党 现在政府内部 今次这件事件 可以接触证明 AO党是存在的 因为如果不是 怎会罚爱国人士十多万 这次李家超做得好 要赚一赚 他用一个行政的指令 去否决了AO党 潜在的国家安全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证明 前任特首 做回政协副主席 接着成立智库 即是有一班 林郑口中所声称的打手 是会对你好的 对不对 因为这些林郑所声称的打手 他们是明察秋毫 李家超未想到的东西 AO党未想到的东西 他跟你想到 所以最近 就讨论这个国家安全的问题 有一个很新的话题 就是同一位 红色的女作家 就说 喂 你不要以为危害国家安全 就只是叛乱和暴动 有一种叫软性 是你看不到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病毒 是可以在空间滲透的 你看不到 最近 你们看这套叫做 《壮志宁民》第二集 叫《托根》 明明这部电影是说 美国是走去侵略一个 那时候的电影里 叫伊朗 他没有开国家的名字 但是暗指是伊朗 或者山谷里面 看见人家好好地地储藏 一块的Uranium 又没有尿你 又没有打你 人家是为了民族自强 人家是为了正当国防的守卫 对不对 人家储存核原料的国家 分分钟是蒙兽百年遭受外国烈强的屈辱 所以才放一块这样的东西 你无端端又没有惹你 那你美国 这个叫做 Tom Cruise 带领一队人 以英雄姿态完成任务 看见香港下一代看完出来 眼睛濕濕 把Tom Cruise 当做英雄 始织第一 第二 就是日本 OK 你们这些香港下一代年轻人 全部以日本寿司 是为第一流的上菜美食 他说这些 就叫做危害文化安全 因为会令你盲本 所以要加强这个叫做文化国家安全这个范畴的教育 没错 这段来自一位爱国作家提出文化安全这个概念 但是这个概念就不是他的 我根据他引述 他引述 当然不是他 来自一个论坛 有位赵姓的学者 在大陆的 不是香港的 香港的赵姓学者 因为近年他觉得 那些汉服是复兴的 很流行 于是他觉得 这种是一种 就是中国的文化 开始 复兴的 所以他提出这个 都是一种文化的安全 于是这位作家就引述 他在论坛上的这段说话 于是就觉得 一些看不到的 一些文化的侵略 例如刚才你说的 美国的电影的意识形态 美国罪长 众志灵魂 日本的寿司 或者是温泉等等 这些全部都会令到 我们的下一代 就 对中国的文化 就 拼弃 而去 转捕这些外国的文化 首先疏离 第二就是拼弃 第三就是鄙视 因为 货将货 比货 由市场选择 说到市场 就会令到 香港下一代 慢慢不记得自己是中国人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针对文化国家安全的问题 李家超 和蔡若年 还在香港 现在是谁做文化局长 好像还未委任 再加上 康文柱 这些艺术发展局 他们将会任重道远 李家超说 一日解决一个问题 现在你不用怕 你只要一日解决一个 美日文化侵略的问题 我包你两任 十年 你都会很忙碌 有得向上面交差 例如 这个日本人发明的 卡拉OK 你全港风魔 连亲中爱国都走去用日本 这个是什么名字 这个是日文 卡拉OK 对吗 你拿着咪 在唱我的祖国 东方红的时候 请问你这个 是不是屈从于日本的文化唱油的工具侵略 对吗 卡拉OK 对不对 所以你不如一日禁一样 美日的文化侵略的物品 包括明天 立刻不要说那么多 听财女说 这个叫做《壮志灵魂扣》 跟第二集 越看越火滚 b the way 那个镜头 Tom Cruise 好像是开头 穿那件jacket 是的 香港看的版本 是否还原 清天白日中华民国旗 和日本国旗的版本 我不是在香港 请大家 据说 香港的版本 那个位置是冒死了 在大陆 后来不肯 后来 我不要你的市场 我还原 那两秒钟 他就去那个 那个 locker 拿衣服穿着 那里可以剪 对不对 你一剪 你一跪 大陆可以给大约十亿人民币票房 给你 以后换美金 Tom Cruise 带带平安 收到大陆那里的 那些royalty 但是 他说 他居然不剪 对不对 所以 据说这部电影 最终不能进入大陆 是 那香港呢 如果你在香港 看那里 看一看 你看到有支 中华民国旗 绝对你已经是危害国家安全 由电影买入的发行商 直到放映这部电影院 直到在电影院外卖爆谷 和汽水的那些staff 在英国留下的普通法 这个叫Aiding and Abetting 叫全部是教唆和协助 是完成一套 展现过这个叫台湾 这个不为联合国 合法承认的 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国旗 再加上 是严重傷害中国人民感情的 日本太阳旗 只是这一条罪名 都应该 要是解决一个问题 立刻下话 是不是 我在这里看得清清楚楚 听过呢 是一筆不止 你知道吗 我很担心 因为我听过 有些香港下一代 有些朋友告诉我 他的儿子真是衰 我看托根看三次 我说不是吧 哇 你迷得Tom Cruise这么紧 是女还是儿子 是儿子 一定是搞机 不是 他说第一次看Tom Cruise 就是《壮志灵魂》 《雄锋》 《雄锋》 和《制作》 第二次呢 特意买票 又是睁大眼 是看多一次那支日本旗 即那件jacket 看完才安乐 看完之后 还要第三次 他说那场戏 一秒钟 他只能看得切那支日本旗 看不切那支清天白日 他说又支持日本 又支持台湾 因为他去日本又喜欢櫻花 又喜欢寿司 台湾他又喜欢喝珍珠奶茶 所以你说 只看到《创庄》之另外 也看了三次 你说是否可惜 真事 所以文化安全 是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 因为作家只是提出了饮食 电影的文化安全 但是如果用文化安全的角度 我想不止于饮食和电影 还有衣着 很多 教育语言 最近都开始有人质疑 为什么香港的两间大学医学院 用英文去教西医 是不是应该用中文呢 所以这个文化安全的问题 在大陆所说的 叫全方位提上议事日程 这是大陆的术愿 叫全方位提上议事日程 就是由壮志尼文托根 和美国队长 为什么会那么多香港下一代 去崇拜 为什么他不崇拜 长津湖里面那班解放军 为什么他不崇拜雷锋 要崇拜Tom Cruise和美国队长 第二 为什么通街都是寿司店 香港 你知道日本餐厅 在疫症爆发之前 是有超过900间 全部是香港中国人开的 为什么呢 是有重庆火波你不开 为什么呢 是有这个叫做蝙蝠汤 你又不开 这个要修改的 对不对 为什么你要遵从英治时代 禁食猫肉和狗肉 为什么这方面 你不跟广西育林节的大湾区融合 这个另案处理 哇 多了 真是多谢他 提出这个叫做文化国家安全的问题 越数越不安全 还有陶生 其实呢 我想这个文化安全 是一个开始 因为刚才你提及那么多个项目 那么多个问题要解决 那些资金 或者政府的资助去宣传 以及要搞活动 所以正如我们这个前政协代表 有非天珠之称的上海外国大商家 朱优伦 就在2016年 如果我没记错 就曾经点名当时的特首梁振英 他说这个亲中外国的建制派 是将外国当做一盘生意 这些真是 非天珠果然 目光玲珑 一眼看穿 就是里面 后面涉及的浅折 一盘生意 回来再继续 好 多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风云菊的支持 风云菊 在YouTube平台出发 拔民饭墙 弹球月界 少汉古今善恶 审救人情八泰 逢星期二四六晚十点 凤云菊约定全球华人 节目是完全免费播放 而我们在短短一个月间 订阅人数升破十万 大家的这份支持 令凤云菊的团队打了一枝强心浸 亦不枉陶杰、鲍韦聪 我们两位主持 每次长途不涉 淺利条条 都要坐一起做节目 如果看到这里 大家还未在YouTube Like 这一集的影片的话 希望大家Like 我们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能力的话 无论你在不在直播时段 大家都可以用超级感谢、超级贴图 以及超级留言支持我们 有能力的朋友 希望大家同时加入陶杰Patreon 和霸慧聪重浸直说的Patreon 而Patreon也会包括有每一集 风云菊的声音版 大家的支持 会令我们可以更加有动力 一直携手走下去 越过死阴幽谷 一路走到阳光普照 风和日丽的一天 再一次多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自当全高远 风云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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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